丹麦公安赛已经过去两天了 中国铝双拿了冠军黄东平和郑宇 那很多球友就要我聊一聊这一对铝双组合 因为刚出来就拿冠军很出彩嘛 其实呢这个在羽坛上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当两个足够优秀的运动员佩戴一起刚出道的时候 都很厉害 大家回顾一下 任何一个新组合不光是中国的 印尼、韩国还是马来西亚 基本上刚出来的时候好像都还可以无敌手 但是基本上红一段时间就销声力气了 这是为什么了 首先双打这个配合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磨练的 我觉得这个时间磨练的期限至少要两年以上 就是他们有很多种打法 进攻啊、防守啊 包括互补啊 包括生活上和性格上 就跟我们谈恋爱一样的 包容啊、理解啊、生活上的融入啊 刚出来拿冠军其实很好解释 就是因为大家都不了解这两个人 他们两个人的化学反应我不知道 所有的人跟他们打就会感觉 哎,这一队 你看黄奴迪又快 剩雨后他杀球又重 哎,有点厉害 但是其实他们的弱点是非常明显的 他们这种配手是经不起研究的 你要经得起研究 才能够成为最强的双打组合 所以说各位球友 想要打扰双打 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有一个好搭档好自己 一时的厉害 没有什么 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 在国际赛场上有多少出来打爆一切 然后到现在销声力气的组合 看有多少真球迷啊 我们评论去见